张本志和太败人品夺冠后嚣张 对王浩握拳大吼 国拼不该惯着他 晨光出破 乒乓球亚锦赛的舞台上 一场万众瞩目的南丹巅峰对决 悄然拉开序幕 林诗栋与张本志和 两位拼弹星星 以球拍为剑 以汗水为墨 在这方寸之间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回溯往昔 中国南拼在这片赛场上 除去21年的空白期 其余十载均笑傲群雄 冠军之勉未曾旁落 故而今日之战对林诗栋而言 不仅是为荣誉而战 更是肩负着 不让国拼荣光蒙尘的重任 论实力 林诗栋与张本志和 犹如双风并逝 难分伯仲 近期林诗栋如同破晓之星 连胜佳绩 连马龙 王楚清等名将 也未能阻挡其锋芒 反观张本志和 虽偶有波折 但其斗志不灭 犹如狂风中的海燕 愈挫愈勇 此番对决 惊艳获成林诗栋唯一的软肋 战鼓雷响 林诗栋初战告捷 犹如猛虎下山 迅速拉开差距 然而张本志和 启示池中之物 他如猎豹般迅猛反击 不仅追平比分 更一举夺魁 首局告负 为林诗栋的征途 蒙上了一层阴霾 次局 林诗栋心急如焚 失误平线 再是一局 形势危急 关键时刻 林诗栋如梦初醒 迅速调整策略 于绝境中觅得一线生机 顽强扳回一局 第四局 战况胶着 笔分如潮汐般起伏不定 林诗栋虽有调整 却似慢了半拍 最终 张本志和以三比一锁定胜局 问鼎冠军 胜利的喜悦 让张本志和激进疯狂 他仿佛挣脱了束缚的野兽 一系列嚣张的庆祝动作 接踵而至 他先是对着王浩握拳怒吼 仿佛要将所有情绪倾泻而出 随后 他又模仿起 母巴佩与贝林厄母的经典庆祝 但众人皆知 这并非简单的模仿 而是对昔日对手 樊振东的另类致敬 实则暗藏 挑衅与不甘 张本志和的举动 无疑是对胜利的极度张扬 却也触及了体育精神的底线 这样的嚣张 不仅败坏了个人形象 更让人对其未来的行为 多了几分警惕 在这片充满汗水 与梦想的赛场上 我们期待的是公平竞争 相互尊重的体育精神 而非如此傲慢无礼的挑衅之举